尽头来到香港 端午节传统习俗除了吃粽子 香港人还会泡一泡代表吉祥的龙舟水 还有深受老少欢迎的龙舟竞赛 近年来在香港已经成为一项体育盛会 让我们一起到香港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位于新界沙田的龙舟竞赛 已经有30年的历史 已搜搜色彩鲜艳的龙舟 一早已经在城门河热身 准备就绪 赛事从早上的8点半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中龙比赛 龙舟的长度达10名以上 除了鼓手和舵手 还承载约20名健儿 还有由女子参赛的凤婷比赛 当中就有这群充满活力的大学生 美男女男女男女男 我们都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 可以承接下一代都明白我们龙舟有多好玩 有多团结 热闹的龙舟比赛吸引一家大小钱来观赏 开心给小朋友参与一下 刺激和有些中国特色 起码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 除了沙田外 在新界的大铺也有大型的龙舟竞赛 除了在端午节当天有龙舟竞赛外 本月21日到23日 在尖东海旁还有一场龙舟嘉年华 估计将吸引21万人参观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